今天是由TIFF帶來的G20V公民科技專案與社群手冊 简報嗎 嗨 大家好 我是TIFF 然後G20V社群的夥伴應該多多少少知道說 周松團一直在發展一本G20V公民科技專案與社群手冊 從去年開始就發布 然後去年我們就是除了有發布中文版之外呢 我們也在很多單位的贊助下 我們發展了英文版 然後甚至今年還出了日文版 然後我們一開始會做這個手冊 其實就是希望說可以把G20V發展社群發展專案的經驗 把它記錄在這個手冊 讓更多人可以以低門檻的方式開始進行公民科技 那我們在這個手冊進行的過程中 邀請很多社群的參與者一起來跟我們想怎麼樣把經驗做轉換 然後我們也獲得了很多單位的支持 然後讓我們可以順利的進行 然後並且我們因為這些單位支持 我們去了很多不同的國家去推廣這個手冊 然後我們也獲得了很多各國的經驗 所以這本手冊目前我們也在想 是不是只能叫G20V手冊 會不會其實 因為我們已經包含了很多各國經驗 我們可能要把它改名這樣子 那今年 對是今年 今年在那個FF的支持下 我們在G20V Summit的時候 有舉辦了一個數位公民教育的台日 台日德不好意思 台日德的那個對談 然後我們在下午也邀請了各國的公民 一起來討論數位公民教育 那我們在6月的時候也有去了德國柏林 然後去分享G20V的公民科技經驗 跟數位公民推廣的那個經驗 那因此呢我們在手冊的今年很努力的 這是原版 那我們出了一個第二版 就是橘色 這是我們所有新增的內容 然後內容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邀請 所有能夠識字 然後能夠表達的夥伴 一起來跟我們review新版的 然後適合任何新參者 也適合所有的老參者 然後可以來跟我們一些回饋 那大家只要掃這個QR Code 或是在共筆頁面的連結就可以找到 那今天我們會有一個hacking桌 你可以坐下來 然後如果你想聊更多 關於我們在這個 所有計畫裡面的一些新發現 也歡迎過來 感謝 謝謝 謝謝